活生的眼淚中 消防人員到娛樂場所安檢 檢查每一個細節 消防不只會救火更懂得防災 就是這樣的優點 被護國神山台積電開高薪招手 消防員爆發出走潮 階級落在兩身一到兩線四之間 中階幹部 年薪落在一百到一百五十萬不等 台積電砸錢爭財 開出前月五年 年薪三百六十萬 等於做五年 抵十年 新北市消防局證實有四位同仁 轉換跑道 台積電主要看重消防專業 包括安檢跟防災規劃 也鎖定像是火災預防科 整備應變科等內勤人員 曾經擔任過議校的台北市議員張志豪 認為更凸顯出政府應該更重視消防人員權益 待遇 福利或者是這個休假制度等等 能夠抓住這些消防員 這些消防員都是在守護我們這些一般老百姓的人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讓他能夠這個 很安心的來這個服務大家的話 那是不是對我們的安全就會造成影響 對此台積電也證實基於強化場區安全 風險管理的目的 確實有招募具專業經驗 包含消防背景的人才 支援環境安全 自害防治 緊急應變等任務 台積電出入多元 招牌量 也難怪消防員氣武從文 職場轉個彎 靜新聞張元可以去什麼了 要下載靜新聞APP一手掌握 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